昨天香港特首梁振英居住的官邸礼宾府开放 香港有多个团体和市民到场抗议 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都有市民称黄伞 表达真普选的诉求 不过有多名示威人士被警方带走 特首梁振英官邸礼宾府开放日 一早就有过百市民排队等候入场 社运人士雷玉莲手持黄伞及标语入场 被拒绝进入 现场一度混乱 其后遭多名女警抬离入口通道 之后人民力量多位成员因带头 我要真普选辉春也被拒绝进入 成功入场的人民力量主席袁明明 则遭警员全程紧跟 先后有其他成员试图递黄伞给她 但遭阻止 之后同样被带离现场 李并府内还有示威者试图撑伞 积拿标语抗议皆被制止 也有示威者带同白菊花吊艳也被带走 特首梁振英则二度露面 但没有回答传媒的提问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